我的姑妈是在一间高中当老师的 两年前呢 她到了年纪就退休了 当时很多人恭喜她 可以好好想想轻浮了 想不到不到两三个月 她就去网上的人才资源中心找工作 薪水高低不是问题 就是兼职的工作她也接受 那时好些亲朋好友都不明白 她干嘛这么急得重回职场啊 是不是家里有经济困难啊 于是不少人私下联系她 说如果有难处 大家可以帮帮忙哦 这让我姑妈又感动 又有点哭笑不得 赶忙解释说她一切都很好 只是她退休后 虽然可以开心地玩了两个多月 但很快就开始觉得无聊了 不习惯没有工作 也担心自己和社会脱节 就想找份兼职 而且呢 她还想做和以前不同的工作 看看不同性质的职场和人群 免得年纪越大思想越僵硬 白白浪费了退休后 可以再次体验不同人生的机会呢 听到她这番表白呢 有的亲友表示理解 而也有的亲友呢 不以为然 觉得我姑妈就是个老路命 不管怎么说吧 当姑妈决定在六十多岁 重新回到职场 这两年下来啊 虽然她始终只能找到 兼职的工作 赚钱也不多 但是我每回见到她 她都是笑口常开 活力饱满 和过去不一样的职场经验呢 也让她大开眼界 不断地有学习新知识的动力 她呢 也还因此认识了许多 不同行业的同事和朋友 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体会 退休之后 再就业 显然让她赚到了 许多的快乐和满足感 当然啦 我在这里也不是鼓励 每位退休人士都得向我姑妈 追求再就业来充实人生 毕竟每个人对充实人生的方式 都不必相同 只是我觉得 要对生活保持热情和新鲜感 大概就是要尝给自己 突破过去的机会吧 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也说 基督徒只要愿意让神来改变自己 哪怕在人看来的外体 虽然毁坏了 内心却可以一天心思一天 这应该就是可以让人 越活越殆尽的诀窍了 你认为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 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 52mtalk at gmail.com 52mtalk at 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iszb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唤 肯定 订阅 载责创